我们来继续聚焦十八大 这次的十八大报告为促进教育公平指明了方向 来自华西村的十八大代表吴歇恩 在城市频道十八大微访谈板块中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最关键的就是要教育资源的均等化 你比如说城乡体的建设 实际上在教育方面 能不能城市跟农村的这个投入 逐步的相等 那么农村的这个孩子的这个教育水平都上去以后 对农村的这个介绍 对山龙的介绍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那么农村的孩子跟城市的孩子一样了 他的起跑线也一样了 那么教育的均等化也就体现了 走到就业问题 现在又到了应届大员生找工作的时候